来了意大利米兰才发现 吴大米斯瞬间被打破 米斯一啊 米兰是全球时尚之都 大家衣品都非常的好 北边说自己若有品位 更classical 南边啊 说自己偏偏喜欢张扬古怪的风格 米兰啊 虽然是时尚圈顶流 但是在这里感觉不到多大的奢华 大部分米兰人生活的都很单纯 很低调 米斯二 米兰总向来了这里才发现 因为离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比较远 所以啊 它的湿度啊 并不大 这就造成了米兰冬天干冷 夏天干热 米斯三 米兰交通非常高效 说白了 这得看跟谁比 比起北欧它不行 不过啊 比起南欧比如里斯本啊 那就好很多了 米斯四 米兰大教堂是唯一值得参观的景点 米兰作为一座古典与现代平衡交融的城市 除了大教堂之外 市中心的斯福尔扎城堡 和森皮奥内公园啊 也值得一游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参观拿破仑曾经观看的著名海战 Arena Civica竞技场 如果你是时尚爱好者 那没有什么比在下午晚些时候 漫步在蒙特拿破仑大街 或阿玛尼总仓部不管更美的事了 米斯五 米兰的每个人都很忙 这座城市当中节奏啊 确实和其他城市不一样 走在街上擦肩而过的 有穿不少商务的男男女女啊 有点欧洲小纽约的感觉 如果你也向往这简约而不简单的生活理念 那就来蜜蓝吧 我们下期再见